所以現在就是A0 A0是輸入 然後呢還要一個輸出 我一樣用9 用9號燈 所以在我的統治之下 那個9號燈很容易換 因為我都用9號燈做示範 所以我這個A0的值 事實上要經過運算 那我就把它除以4 除以4之後呢 因為它可能會產生小數 所以我在後面來一個425路 然後丟進去 這樣就會是一個整數 那是一個整數的話 我們再把它拿來做輸出 所以數位PWM輸出的話 PWM輸出然後第9角 然後輸出的數字就是這個數字 然後一樣重複 應該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們試試看喔 好 現在是這個紅燈 把它轉到最 轉到左邊 有沒有 就不亮了對不對 往右邊慢慢轉 慢慢轉 亮了 越來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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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亮 到最亮 然後再轉回去 這就是一個調光器 調聲音 調光線 調電風扇的強弱 可是這個是小訊號 小訊號 所以我們調LED 那如果你要調電風扇馬達 怎麼調 也可以喔 不是不行喔 要去買控制板 那個擴充模組 它叫做電晶體模組 直流的24伏特以下 都可以直接買到電晶體模組 你只要把這個訊號拉進去 然後它那個模組的電是接到24伏的變壓器 那個電器就可以被你調整速度跟功率 這樣了解喔 可是如果是交流的呢 交流 飯店、舞台、燈光那一種 那一種都是交流電喔 交流的要調功率 那個一個channel都要兩萬塊以上 我們就不玩了 你知道嗎 那個它是要用一整個機器去做的 然後一樣訊號一樣是這樣進去 可是那個機器要負載220伏特的那種大燈泡 交流的燈泡 那個一個channel 一個通道都要兩萬塊以上的機器 所以不是我們這種直流 我們現在這個只能玩小小的 直流電風扇直流的還可以 你那個自然可以用的馬達 那個都沒問題 到那個電動車 電動車那個是36伏特 還是24伏特的那個馬達 那個還可以用Arduino做處理 只是說你要買那個後面那個模組 功率要大一點 這樣了解齁 好 可是程式呢是一樣的 程式是一模一樣的 了解齁 所以你看程式多簡單 只要硬體不一樣 能做到的事就不一樣 好 所以各位練習一下這個轉換 等一下會有更難的 所以很多那個從事科學發明的科學家 為什麼數學要很好 因為他要很多這種轉換的東西 那我們剛剛做這個是最簡單的直線 線性的轉換 如果你上到國中之後 你學過拋物線 你就可以做那個憤怒鳥 有沒有 憤怒鳥那個拋物線 丟出去 掉下來那個 就不是直線的 不是線性的 那我們到國小 還好我是負責國小 我國中公司都忘光了 所以線性轉換 四則運算就可以了 所以數學很重要啊 小朋友不會再來跟你抱怨說 我學數學到底有什麼用 現在不就用上了嗎 記得要最後要取整數 記得最後要取整數 不然他會不大黎明 因為只要是小數進去的 他就不太正常 然後你要調光就是 93、356、90、11那幾隻腳 其他腳不行 其他腳不行 只有356、90、11是PWM可以調功率的 你那板子拿來看 有小毛毛蟲在上面的那個數字 才可以調光 教學是一項藝術 也是一項技術 當小朋友簡單的都會了之後 就要慢慢的加深加廣 要設陷阱給他跳 剛開始陷阱不要那麼大 他會不想跳 剛開始陷阱小小的 他很容易跳過去了 這簡單 再給他多設一個陷阱 他又跳過去了 再給他多一個 然後越來越大的洞 他就會越來越厲害 跨得越來越遠 好 剛剛那個有沒有問題 有時候會有問題 有時候會有問題 他剛好轉到除除外 剛好是小數的時候 他會 你會發現他好像閃來閃去不太低 會有這樣的現象 現在不會嗎 那可能有改進了 因為之前都不行 之前只要除除外有小數都不行 那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藝學他們有在城市的經濟裡面 有做一些改進吧 因為這個有被反應過 好 接下來難題來了 要為難辛苦的小媽了 我們既然有旋鈕對不對 旋鈕可以控制大小 控制光線什麼 那可不可以控制 我們在玩電動 大家都玩電動的嘛 可以控制位置吧 小貓在畫面上的位置可以嗎 可以動 好 那麼請現在 假設我們今天是一個這個 射擊飛機 飛機射擊遊戲 捲軸橫上捲軸遊戲 那飛機要在畫面的上下可以移動 那就是用你的旋鈕來動 來決定他的上下位置 那我們就把那隻小貓 或者你要直接放成一個飛機也可以 那個小貓要在畫面的最上面 跟最下面中間 要可以來回移動 用那個旋鈕 左轉到最底 他要剛好在最下面 轉到最上面 他要剛好在最上面 轉到最右邊 剛好在最上面 範圍要控制好 他那個第一次用是貴曲的 他的Y Y軸上面是正的180 下面是負的180 中間是0 你可以找一下背景 背景有那張圖 我會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們有指揮需要服務一下 好切換一下 好 好 好 我們的背景裡面 因為在小 這個Squatch裡面 他的舞台 他這個舞台的大小是有規定的 他的大小在 你在那個背景的翻譯庫裡面 你去找最下面有一張那個座標圖 好這邊 這個點一下 按確定 你就可以看到他上面的位置 然後Y呢 Y就是他的高度 所以他是用做標的方式在控制他的位置 他下面是負180 那我們既然要小貓移動的話 就是控制他的Y的方向 好 控制Y的方向 好 來各位試試看 這個問題比剛剛更大一點 因為不是只有倍率的問題 好 這跟速限方向什麼都有關係 但是我的感測器一樣是0到1023左右 怎麼樣 讓他可以在-180到正180中間移動 好 剛剛漏講一個精確的計算 剛剛只有用概算對不對 好 等一下補充之後一起講 出品 4個 4個 2個 3個 5個 3個 8個 8個 10秒 8分 通常這時候就會拿紙跟筆出來畫一下 除非你很有經驗 不然我們都會 以前我們數學那個題目很難的時候 老師都叫我們要怎樣圖像思考 就拿一張紙出來開始畫那個關係 關係畫出來就很容易可以解題 先試試看 先給各位試試看 三分鐘可以嗎 八分鐘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 最後 說 問題是 你沒事的 一點寸 五號 AND 邊 兩號 三號 和 四號 三號 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能夠從最底下到最底上 最上面 剛剛只有轉一個彎 現在要轉兩個彎 所以我們在平常教學的時候 不要一下就給他跨兩個彎 他會出車禍 所以慢慢來 一步一步來 還有一分鐘 一分鐘 一分鐘 解出來了 舉手 好 請拍下 太厲害了 你是教數學嗎 沒有 因為通常我們不是學數學的 很難了解那個數學跟真實之間的轉換 如果你跨不過這一關 你數學永遠學不好 如果你可以把數學跟真實之間做轉換 這種人的數學通常會學得很好 所以我們盡量培養這種可以虛實轉換的 抽象思考跟具體思考可以互相轉換的這種人 要多培養一點 好 時間搞 不要再撐了 好 我們現在講一下剛剛那個精確轉換的問題 好 請各位 我把它切換過來 這樣大家比較專心 好 剛剛我們是用概算 概算大約四倍 概算大約 所以我們直接除以四 當然在這個test裡面 並沒有要求的那麼仔細 也不需要那麼仔細 但是如果在需要很仔細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算到很仔細 按照比例等比說法 怎麼樣算到很仔細 好 這個A0怎麼辦 先怎樣 切幾份 切幾份 先切1023 然後呢 我說這一個例子 剛剛亮燈的例子 再乘以255 好 所以很簡單 先把自己的範圍先除起來 讓它單位量變成1 然後剛剛亮燈的1之後 你看你這邊要放大的是幾倍 我就全部放大那個倍數 就能夠準確的縮放 好 準確的縮放 這樣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好 就不用去算概算 不用去算概算 好 那這個是需要比較精確的時候 我們才這樣處理 好 接下來台灣這個問題是這樣 我今天感測器一樣是0到1023 這個是我把零對勤各位比較好看 好 這個是那個感測器的輸入 然後呢 現在我的小方的位置 要從正的180到負的180 所以正的180在這邊 負的180在這邊 中間是0 我要在這個範圍做移動 要怎麼變高加 一樣嘛 剛剛有算到比例對不對 比例是不是要先算 好 這裡有 我們還是先用概算好不好 這大概是1000對不對 這大概是多少 360 這樣大概差幾倍 大約就好 大約就好 3倍嘛 3倍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要先縮小3倍 縮小3倍 好 那你看縮小3倍它大概會變成什麼 0到哪裡 差不多就好 假設用 就假設300好 350好了 差不多嘛 好 各位 這個350跟這360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是用概算嘛 那這是不是就一樣的尺寸了 那一樣的尺寸之後 你要從這裡拉到這裡 是不是在我們數線上面 是往右邊 你用那個 數學在 在教數學的時候 在數線上 就是往右邊 越右邊越大 越左邊越小 那所以我如果 本來在這裡 我要把它拉到這邊 我要做什麼事情 用減嘛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只是把它轉90度過來 所以上面要拉下來 就是用減的 減多少 減一半 對不對 就減個180或170或175隨便 所以就把它往下拉 所以從這裡到這裡除以3 從這裡到這裡 減大概170、180隨便 我們這是概算而已 這樣各位了解那個過程嗎 了解了齁 好 我們現在就要簡單的模擬一下 簡單的模擬一下這個過程 好 那這個小貓 辛苦的小貓 暑假 好 這個數字 這等你不用了 好 這個數字呢 我們先把它縮小3倍 所以除以3 好 除以3之後 這個A0 它理論上會大概0到300多 如果你不相信 我們就把它移動一下 Y的位置設為 我讓這個小貓的Y的位置 一直設為這個數字 好 所以按照照理講 它應該會在0到300多中間移動 對不對 好 我們先試試看 好 所以通常我們會講慢一點 先讓小朋友去感受一下 這個小貓太大 先把它縮小 那如果你想知道那個數字多少 也可以順便把它講出來 好 好 那所以 當我點綠請之後 已經在執行了 我往左邊轉 轉到底 它是在0的地方 Y等於0的地方 往右邊轉 欸 往上跑 跑到上面 大概300多我就不能再上去了 100 超過180我就上不去了 對不對 就卡死在這邊了 但至少我知道它可以在這上面轉動 沒問題吧 好 再來 那我剛剛說還要位移 還要往下移個170、180 所以 我再把它拿來 減 這個數字 好 再減個170 好 那再執行一下 好 你看我現在轉到最左邊 在最底下 往上轉 有沒有 這放來就差不多了吧 好 這個就是 進來的數字 怎麼樣可以轉換到你真實需要的數字 它需要透過一些簡單的試則運算轉換的技巧 這個也就是數學的那個虛幻跟真實之間的一些轉換 那小朋友他懂這些東西 他才知道說他學數學是有用的 那以後也會更認真的學數學 那所以學Squatch 你教Squatch會增長 如果你透過你的小小的手段去應用的話 他其實對那個領域的科目也會非常的喜歡 他會自己再去研究 他們很多人教這個東西 在教遊戲的時候 像那個國中的 他不想被那個拋入線方程式 對不對 你就教他寫分動鳥 然後分動鳥他那個路徑寫不出來 他就自己去查了 好 你要教他畫三角形 或者叫他算那個三角形的什麼長寬高 或者算面積或者算那個什麼cosine sine那個 交半天交不會對不對 就叫他弄一個模擬器出來 他為了要把東西做出來 為了要把遊戲做出來 他可以去翻公式 他可以去了解那個東西是怎麼 數字怎麼出來的 所以Squatch對各領域的學習真的非常有幫助 但是你要適當的運用一些手段 就說要不要再幫忙 然後那個東西 那就是要把東西看 就是要把東西看 這個東西看 很高興 就算了 但是要把東西看 就是要把東西看 那個東西看 就算了 要把東西看 所以要把東西看